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大家上来买猪肉干以外 日本的那种 我今天翻了货 卖光了 那种西班牙牛肉脆片真的很好吃 三十多元 你就试一包 那些阿扎的不用说 那些什么三星葱油面 我就有两包去 今晚拿去做菜 其实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吃过 鸭血 好像有 有没有 阿扎的鸭血 我现在特价 因为快到期 再过来两个月 好 很好吃的 开个面 那些面没有中 做个鸭血 多好 炸在面上 好了 今天这一节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讲一宗案 又是这一类型的案 所以我刚介绍完这个星龙王之后 我都要跟大家讲 其实世间上很多业园 很多陷事 都真是释字头上一把刀 有时都很难说 我们讲这件事呢 1974年 去今都50年了 50年 彈指过 弹指又过去了 1974年的香港小姐就是张文英 我都有记忆了 是吧 那就过去了 在哪里发生呢 红磡 长乐大厦 长乐大厦 我就不太懂 但红磡这个地方 我当然就非常熟悉 特别是这个长乐大厦 就是位于这个必加街和黄埔街之间 其实呢 它旁边就是曲街 曲街就是我们的鞋音就是曲街 那一部分呢 我就非常熟悉的 就不是因为我整个泡泡館 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这些地方转来扭去的 在我街上玩 OK 好了 1974年 10月24日 哇 就来了 过了几个星期 刚刚就是五十年了 晚上十一点过后 长乐大厦五楼 乔座 传出热烈的争吵声 两男一女 听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富人 渴斥 你个扑街啊 快点走啊 这里不欢迎你啊 另外听见一把似乎年轻一点的声声 死老爷 干嘛 你们似人多啊 我就是赖死不走啊 怎样啊 你出去乱唱啊 然后呢 又听见一把中年的声音 阿妈 别跟他说啊 你怎么去不乱走 打一趟去啊 很简单啊 有两个儿子 和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吵 跟着个阿婆说 好 拿一把手把赶走 不要来啊 我还多的 你这个扑街 金浴其外 拜税其中 你更无耻啊 我有这样的亲戚啊 真是加三不幸啊 快点给我滚啊 你说够了没有啊 老爷 我都不是很欺负啊 我在大陆嵌我有啊 你们知道的 你不要逼我啊 哇 兇勾他啊 OK 中年人 哇 你现在吓我们啊 什么啊 有本事来托我啊 这些什么吵吵吵吵吵呢 旁边轮舍 司空见惯了 就习以为常 所以他觉得 凭我们的经验 你俩没有这些 那一阵就静了 那果然 五分钟后呢 突然间就静了 那似乎 事情平息 那大家 说七四年 正所谓 虽然那个 伦理关系就比现在好 但是 喂 天天都是这样吵 吵完就没什么了 又够去就睡觉了 好了 但是大约是凌晨时分 他们吵的时候是九点多十点 过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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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那单位又传出一些 吵吵声啊 跟着呢 未几呢 就突然间龙烟充斥着 成栋大厦的走廊 那些街坊当然走出来啦 看看什么环境啦 那一阵大厦的女住客呢 就指着 凌晨的单位 驚慌失措 哇 五分钟啊 你猜你这次真的出事啊 有火啊 那一阵 那一阵 那大家想都想到 其实是什么环境啦 去到现在 OK 好了 在这个 危急之际 突然间凌晨打开 跟着有个年轻人 入面冲出来 看个样子 好多人慌忙啊 甚至乎一到呢 因为路被人封了 他企图跳楼 不过后来没跳 又是找到前后楼梯 你知道前后楼梯 有前后楼梯 就拔足非盾 OK 好了 有个附近的街坊 咦 那个男人很眼熟啊 是不是姓林的那个年轻啊 OK 接着其他街坊就说 就是他咯 好了 你又不用说话了 有烟有火 街坊就报警 警察就很快来到 来到之后 你的火场面積不大 不够十分钟 就将火警破释了 烟雾队进入厅 咦 看到一个中年男人 倒破在血泊之中 一看 哇 头颅破裂 面部四肢就被昏到朝黑 掩掩一息 未死的 掩掩一息 不过离死期 看款都不远了 再进入房间 就发现一个老虎的尸体 僵硬地躺在床上 身上有一张棉胎包住 棉胎上面还有少量火焰 不过离死 似乎被人盖棉胎 而且棉胎上面有火油 火水 好了 揭开了屁 发觉老虎 不但上面有棉胎盖住 有火水 身上有几柱刀伤 估计呢 初步估计呢 那是消防员 受害者阿婆婆 先遇襲 受伤死亡之后 再被别人移往床上 想着消失 两张棉胎盖 灯火水烧 好了 好了 现在问题就是 是死前烧 还是艰山烧死 这些呢 就等法医来看 好了 而受重伤的中年男人呢 就送医院急救 延至凌晨四点多 都是不止 那现在大批警员到了 OK 来到呢 就展开调查 在屋里面 检到 检获半罐火水 好了 那 又找到一块的洗衣板 洗衣板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上星期 我听过这个节目呢 就是上星期 有个地盘工人 在大埔 你们有没有科学员 拿个洗衣板出来 那些洗衣板 那么大块 一格一格都很厚 他们发现一块打到裂了三串 洗衣板 就打得多厉害 一个铁锤 和一张破烂的摺椅 以上所有物品呢 都有两个死者的血迹 那就 那件事就很清楚了 那案发之后呢 根据邻居的口供 警方立刻鎖定 是否有个姓林的男人 这个姓林的男人是什么人 其实第一时间呢 未必是他杀最大嫌疑 好了 那经过鄰居 多名鄰居来辨影呢 两个死者身份都确认了 那男死者就正正是Q座的护主 那大家都听到 刚才十点凌十一点的时候 他们在吵架 叫王啟林 三十八岁 那 那街坊就说 这个真是好好先生 没有脾气的 那女死者就是六十八岁 就是王啟林的老母 杨昆燕 三十八岁的王啟林 如果不是有当年这件陷事 今次今日都可能在世 八十多岁 好了 王啟林在附近的王布船 澳造打磨的 有些职触的 ok 所以呢 他就存了些钱 就是买了这个案发的单位 即是墙落大厦四百多呎 自己买的 那他老婆呢 有个老婆 周雪梅 三十一岁 他有个大女儿十二岁 小女儿八岁 和个小儿子六岁 就是三个小孩 一年买妈咪一家陆口 就住墙落大厦 其实都很多年了 大女儿都出生的 好了 好了 慘剧发生 万幸 原来那天老婆 就带了三个小孩 就回到外家 嗯 避过一劫 否则真的很难想象 好了 根据和王家淑的朋友说 这个死者的妈咪 其实不是死者妈咪 是死者之一 即是妈咪 婆婆 姓杨 他有一位同乡的远亲 叫林天佑 似乎就是那个年轻人 他说林天佑原来在六八年 即是案发之前六年 由大陆走到香港 咦 文革人 他没有固定职业 所以就常常来 探访王家 就只有这个亲戚 平时呢 都跟人交往的时候 都大次次 有些恶死 自乖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 他说又被一条皮带 垃死几个人 云云云 又说练过神打 叫你王狗 刀枪不入 这样说的 在人家眼中 街坊眼中 即是未必是很熟 但平时打烧夫 傭谈 都觉得这个姓林的年轻人 是一个恶行 即是恶行 即是吵汗很大声 不过又奇怪 这个姓林的年轻人 对王家三名子女 是很好的 实际上 那些小孩 三个十二岁 八岁六岁 那三个小孩 都很喜欢这个哥哥 案发前三年 即是七一年 王啟林 家里需要大装修 那时候所谓大装修 其实都是游客游 间客房 林天有个自告奋勇 过来和他做业务工作 又不收工 但是做完份工之后 他就投靠王家 王啟也不知道 原来他在香港 无妻无辜 加上是妈妈的同乡份上 就收留他 照顾他三餐 因为那时候 其实有人情味 打算找到份东西 做到时才去 人头于事 便去搬 好了 但是 林天又中日游手好限 在这个 在长浪大厅住了几年 火食费也不允许 租也不允许 日子长了 老实说 不要说浅不浅 简单说一句 就长贫顽固 就算不是去到贫 你这样 年轻遥遥 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三十岁 你这样 不行了 当然了 好了 据说 案发前几个月 这个姓林的 就向王家上下搬弄是非 更加令到王啟林夫妇反目 搞到家无寧日 所以王啟林忍无可忍 就向他发出族客令 但是这个林天又 第一是无亲无故 第二是想着全心霸佔地方 当然不容易被他赶走 结果呢 大家就常常吵架 而那晚呢 10月24日呢 又再吵架 先而口角 继而动武 结局呢 就刚才这样说 血与火 OK 讲到底你怎样都好 不管你前因后果 都是刺势令人 杀人放火 二十六岁 这个林天又 我先看到这里 二十六岁 1968年来香港 即是六年前 案发 即是二十岁 1968年 即是十九 如果二十岁的时候 如果再接近 即是可能六五六六年 串年那时 已经开始出来泡了 十七八岁 去吃吃喝喝 好了 好了 当然了 另外有version 这件事 一夜之间 王太周雪梅 回到外加住 警方找到他 哇 为何要找他 因为除了他们 陀过大难之外 其实也有疑点 为何你会刚刚不在呢 是吧 希望找多些练索 就想不到原来真的 有另外一个版本 周雪梅 肉与还忧 最终愿意说出这个事情的来龙 肉与还忧 网友都知道什么事 他说 原来周雪梅 31岁 和老公先生 和老公的感情一向不错 直到三年前 天偶 即是七一年 搬进来后 便变化了 开始 因为和他装修完 那时 老公很多事做 家里时间不多 偏偏性临 这个 便没有事做 吃完在家里 便跟他们相对 有时 帮忙做家图世事 有时 又带他和三个小孩出去玩 吃饭 日久申请 竟然互相喜欢 雪梅 就计港党羞愧 吞吞吞吐吐 最后 还和他发生了关系 怨言 好了 但是 雪梅说 想深深沉 那几个小孩都大 难道我真的抛夫气子 于是决定和姓林撇清关系 而他很大胆 周雪梅 和老公表白 真诚认错和道歉 老公竟然原谅他 于是乎 娘夫妇 決意要把这个人赶走 其实是错的 这一场 案发前一个星期 老公又是因为这件事 和他激烈争吵 又说何止不守护道 简直是站在坏人一方面 对着干 所以一路之下 就带着这些小孩回梁家住 和避开姓林的糾纏 为什么案发前一个星期 丈夫会为他 在这个母国去世 说 当时他丈夫原谅他 他现在说你不是不守护道 这么简单 你站在为人家方对着 说 似乎 就是因为他老公觉得 可能他用那些手段 和我 趕姓林的走 和他太太 譬如他太太 这样不行 老公一听下去 就觉得他争着他 那种 他唯有一路之下 带着几个小孩回梁家住 同时避开姓林的糾纏 老实说 如果他没有说大话的话 一个女人这样和老公坦白 其实他都可能醒了 知道自己要怎样给 这些事情 好 好了 就在夫妻冷战期间 王啟琳 当然他还住在墙落大厦 就突然收到 林天佑的字条 是林天佑写给他 那你真是没得忍的 他说 既然你们夫妇不和 大可离婚 各尘皆偶 你老婆我负责接收 我会不惜犧牲一切 令她幸福快乐 如果你不依我的话 你们全家必然大祸 林仆 那你真是没得忍的 作为男人 王啟琳看完战条 当然很生气 但适时之间怎么办呢 又想不到 因为他不是那些杀人放火的人 于是打给他老婆 但就想到谈办法 谁知道说梅之路后 反应更大 他认为盛林已经瘋了线 走火入魔 所以按住头皮 都要决定出面来调停 否则搞不好 最惨是引狼入室 在家里住 他随即打电话 就约天佑去梁家摊牌 地点在黄埔的堂楼 他们都住附近 他们叫梁家摊牌 黄埔堂楼 他们在长楼大厦 那天是1975年10月24日的下午 就是那天出事那天的下午 一见面 雪梅 就兜巴掌声 天佑 平时很恶的天佑 原来 就真的一字一字一字 就很听雪梅说的 被顺服到 好像小绵羊那样 但是 虽然 于是乎 他就道歉 我是不应该写这些字条 但是 重言是这样 事情最后都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 就是 雪梅叫你 走 我们分手 你们去这头家 他不肯 那怎么办 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 挨拒之后 当然是不欢而散 其实不欢而散 就已经中下了当晚的和根 在那里 是否想着 就立即去挨拒它 不肯定 但是 一不做二不休 加上我一班 跟他老公 跟他老公 跟他老爷 好了 雪梅 看到他临走的时候 这样的目光 都心之不妙 就怕麻烦 于是乎 就打话给他老公 跟他奶奶 喂 你老公 喂 慢事小心 最好 你老母 你不要在家 慢事容后才说 那天是事发前几个小时 平时是小胆的 这个王啟臨 不知为什么突然光强 他说 你怎么没想得谈 这件事今天不解决 我绝不退宿 那你们很难挂你去 逼到长国 那家屋是他的 现在有个人想 来搞我老婆 搞我老婆 带他几个小孩回外家 然后还说你凶狗我 狗狗我的 喂 我都未必会走 是吧 那当然你不够抽 那你就自己奔修 这些 老实说 一男 如果有防备 两个人 除非他真的高你很多 那边的功夫 如果不是 大家拳头交 你准备都不容易出那么大 说梅就说你不要这么冲动 这个姓林 是亡命之徒 但是老婆不听她说 几个小时后 这件事就发生了刚才那件案 结果一个姓林的二十六岁小孩 就把她老母和王啟乐 队嵐嵌了 好了 警方听完周雪梅的描述去推断 这个怡胸好像是外表凶悍 应该是头脑简单的人 于是很简单 一条脚引蛇出洞 就是说 喂 屌你老母 这条脑头 香港没有人 他一日 两日三日后 内日必定会找你周雪梅 周雪梅 他说到时 你就引他出来 周雪梅也没有意义 愿意配合 警方就去梁家家 七四年也有电话 安了电话录音系统 到10月30日 即是按法后话 第五日 3日封求 电话终于到了 周雪梅 一拿起电话 就果然听见 她说 雪梅 我很想念你 那样 好了 阿雪梅 一听见 她的声音 就很激动 就吊起她 我恨你一世 我哥 你想念我 就算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能杀人 好了 警员事意 喂 在旁边 不要那么激动 林天就说 现在我不错都错了 是她们先动我 我屌你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无名火器 接着我醒了 两个死亡了 那这个是否事实呢 就不知道 好了 那也不应该放火 你这样会连累人 我又想过自杀 但我不能这样 因为我要照顾你 你喜欢我 不如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我还想着这样 我有老公有子女 怎能做这些事 你老公 就死掉了 喂 你的子女 不用担心了 你有没有吗 我和你生 扔他们去固园院便可以了 好了 至此 我说 雪梅 不是死心 一早死心了 真是想吵了 吵了 吵了你 但警方在旁边 喂 吵了你 忍住 于是乎 忍住 林天又说 我想见你一面 我真的有很多事想来说 行不行 雪梅 根据他的报导 突然将星线放轻 显德君说 现在外面这么大雨 这么大风 不过我也想见你 我也想念你 这样说 一这样说 林天又觉得 行了 好 今晚晚一点 我带网仔西公 把市总站等你 记住 带了些钱 带了些钱 我现在躲在 吃饭都吃 带了些东西 越多越好 按了 吵了你 他还想着财息兼收 他杀了人 都记得天真 跟着事后的事 就不用说了 OK 当然警方 就吵了你 八点多钟 就立刻已经部署行动了 就几个钟头 是部署完之后 摆了人 看着他 按钩钩 走过来 OK 看着他 走过来 向着雪梅路 还嬉皮笑脸 警方当然将他拘捕 其实拘捕的时候 他就立刻知道 什么事 林天又 哇 但是 吵了你 他还要是 勁碑雪梅 吵了你 我跟警察 他说 我这么多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善我 这些男生又是另一个兵骸 他还觉得 你吵了别人 吃别人 吵了别人 吵了别人的老公 吵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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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让别人 配合警方来抓你 你应该输一口气 好像昨天我们说的 杀老母 杀女儿 终于都好了 因为你自己也会有个良知 这些人没有 好了 过去三条罪 当然被控 两个巷谋杀罪 同时两个巷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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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气 甚至乎身边有个火水 很生气 这个肯定的 身边有个火水 他会不会呢 但我也不敢说 因为去到那时 想着 吵你了 我和你同归于盡 不奇的 迫到盡 这些什么 无声狗 去到那时 他说 突然间 王啟林 冲进来 他进房子 换衣 拿着洗衣板 不停摔他 同一时间 他妈又加起来 拿着铁锤 不停摸我 我们就在捏过 但是 我 一二三 虽然他两个人 一个老衬 一个老爷 他就抢了阿婆的铁锤 就还击 他说 混乱之中 不知为什么 他们又躺下了 接着我自己身上 发觉都有些血迹 就进去洗手间洗澡 洗血迹 出来的时候 两个死者已无动静 我就走 他说 我纯粹出于智慧的反击 极其量是 我离不离不离开之前 怎样口烟 可能没有好好处理 你烧到火水 我不是故意中火 这个是他的说法 警方和消防员 上庭作证 就说 其他事不要说 发现死者 女死者的时候 是被棉胎卷住 棉胎淋了火水 还在烧 这个其实是很强烈的证据 75年8月8日 全日审结 四男三女陪审团 都要商议四个半钟 首被告 首项谋杀罪名 首项谋杀罪名 就是谋杀杨昆妍 即是阿婆 谋杀罪名成立 次项罪名 即是王啟霖 我不知道这条件是如何 反而是误杀罪名成立 但即使是首一行谋杀罪名成立 就足够了 依例判处还手死刑 法官抬黑沙 林天佑文判后 神情镇定 还向法官鞠躬 我想去到那时都知道自己 没有了 1976年3月16日 即案发后年半到 港督物理号 考虑行政局的意见之后 其实那时就是这样 一向都是 特赦了林天佑的死刑 改为判偶旗徒刑 20年 20年 1974年 他计算拋的 他因为这头 即是10月30日还未被抓 1994年 如果再扣减假期 其实真的在80年代尾都出来了 好了 好了 换句话 他最迟最迟就是90年代中 应该在80年代尾都出来了 80年代尾都出来了 其实他都不是很大 26岁入育 我当他够20年都是46 可能是30至40岁 当然可以继续在香港做的人 或者有家庭 现在还在这儿 哦 完全有机会在这儿 70年代尾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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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有机会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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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最后麻烦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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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認真真去叫雞 或者跟老婆 老朋友就不要搞那麼多事 那就沒事了 明天見 下個星期見 拜拜